那份報告有沒有一些成果可以呈報一下給大家呢 因為網站的報告都說 其實現在是高通脹和環球都在收入稅 再加上原成美國的實際利率還是負值的 可能對於一些有強硬金流和過往牌息都比較穩定的股份 其實還是有利的 有沒有一些股份是我們可以跟一下尾的 是的 昨晚就收到大摩的報告了 我就負責了 其實那些股份都是有些適合有些適合有些適合 有些內房買來做什麼事情 內房高息沒用的 什麼跌了這麼多 還不知道只有拍不拍 就是了 例如857那些 857我覺得都可以的 857你都有6-7厘息 油價暫時都還可以的資料 那當然如果你說用857和883比較 那我都是減883的 因為始終883是guarantee了 其實是相對來說 防守率又高一些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報告又沒有提883的 他有提到這823的 可能因為他現在不知道什麼時候排息會不會呢 可能是 你對 你對 就是他還是有個未知數 他計不到數 那他有講一個領點的 就是823 來到這些位置 四這幾 其實不是很吸引的了 因為你低位升了這麼多 還有823我想有一點消費券效應的 這一轉炒上來 所以升上來我就不會 就是都 我想你領治這些呢 又是最好就是做Shopput 我升上來我就不搶他了 低位做 就是偷個好位做Shopput就好一些了 其他我就這樣納下去 有一隻我會心水 就是撞正我有一點點心水 3323 因為我最低頭有找一隻中國建財 那他也有提到的 你看回中建財也有8這幾息 那當然我就不會當是高息股去儲的了 就是我純粹覺得這隻股票 喂 可能你說炒一些水來加一加 炒一些內房反彈 等等 還有看個圖都很漂亮的時候 你炒下去就安心一點了 因為你順勢而行的 就算你捱的話 因為始終你去到這麼高息的話 你回的時候 都總會有一個承托力在那裡 那我覺得 我看大摩的表 我覺得3323就可以想一下 不過你看有沒有機會回10元邊的時候 駁它有一點後抽再爆了它 近來就 這兩三天就橫行的 似乎就在消化那個勝負 好 OK 可能大摩的報告 就有些股份已經升了上來 就沒有值得太夠的 不如留意一下 就是唐Sir的3323可以跟一下對 另外如果帶一些公眾股 那些觀眾都有問的 譬如好像三富仔 那些觀眾繼續罵他 還有二號仔就是中電 那些觀眾就說 其實現在這些位置 是不是可以值得去加一下住這樣呢 三號仔就算了 留一口氣啦 煤氣不要看啦 總是還有人說博反 但不要再看啦 連紅股又沒有 業績又不得 股值又貴 是的 不要看啦 真的不要再看 那二號仔 二號仔就真的是很強的 因為他始終那個 就是那個業績 或者可能他那個 保證利用那個 就托得很漂亮 還有就是你看到他 你說股息率吸不吸引 四厘我就覺得 不是很吸引 所以我自己就 如果你說操作中電呢 我都是用回做 short food那樣東西啦 就是你說 喂 我做下一些75 72.5的short food 我就算跌的 可能那厘數都去回 4厘 3厘4厘 那摺下去就舒服些了 就算現在 你買不到 那你收期原金 跌下來也OK 所以我就不太喜歡 總之還有 中電呢 我覺得都幾多人 買了下去 變了 你說是跌不下 但是如果你炸下來呢 我覺得都有機會 有個空間炸下來 但是你說上去 又可以有幾多空間呢 我就寧願選回 941 我就如果真的選高息 941 或者6823 那說真的 這裏數起碼都有6、7厘 相對於中電 只有4厘 那我又覺得 好像電訊股那邊會好些 嗯 電訊股啊 941 我就看你一直都說 就是要集氣 是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除了中資之外 港股這邊的首選 就是623 對不對 就是現在都可以 623 是啊 623都OK的 現在都有6厘 7厘 那當然都是升了上來的 就是等一下先咯 就是 他近來就在高位上 那都 對啦 7厘左右 另外我今天都買了一隻 8號仔 是 電訊營科 我都買鬼買了 他都有整百厘 因為 如果這隻雞 我是買得住先 就是怕他繼續衝 因為他這隻就不單純收息 那麼簡單 你看到他近來的走勢都挺漂亮的 很明顯就在炒MIRROR COLAR ERROR 那些概念 就是 你看到他如果 那條數是交到的話 他有權變了是一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認為是增長股 但是這時候有憧憬的股份 所以我自己 還有你想想 有憧憬之下 都有百厘 那我覺得 買一注旁下新鮮 看看沒有機會再跌 我就會再買 這隻8號仔